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私人飞机抵达了美国境内 这个私人飞机离境赴美这些字呢 从某种程度上都演发了不少人的议论 这个就是热搜出现以后嘛 引起了不少古爱玲的支持者的不愿意 就是说不满意 因为这个古爱玲的支持者呢 认为这个平台如此推荐这种热搜 就是故意引导这个舆论 网爆古爱玲 那么这个古爱玲真的被网爆了吗 从某种这种程度上来说 他确实是被这个网爆了嘛 但这个网爆古爱玲的呢 简简是某些网友嘛 其实这个古爱玲 在这个刚被一堆媒体一窝蜂的 捧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 有人也是发表了一篇文章嘛 对古爱玲宣传 要适度对他就是不要往这个爱国方向投靠 因为这个古爱玲今后大概就是去美国生活嘛 就是然而没过几个月 古爱玲呢就是选择了回 回到了美国 这个古爱玲在面对媒体几次采访的时候呢 这个古爱玲的思维并不像一个18岁女孩的思维 因为他的思维更像一个38岁 甚至是一个48岁成年人的这样的思维 当就是记者问到他这个国际问题的时候 他的回答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就是中国人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是美国人 古爱玲这样回答嘛 简直就可以说极其成熟 老到而且非常滴水不漏 就是面对如此刁钻的问题呢 就是哪一个18岁的孩子打得如此滴水不漏 这是一个一般18岁孩子能拥有的这些情商和智商 是这个不可能是他自己所拥有的 所以如此高的智商高的情商 在这个古爱玲面对回美国被网爆的这个事上呢 他真的会在乎这些网爆者是怎么怎么说吗 记得在一次这样的发布会上 记者就是问他是否愿意一些批评的时候呢 他就是坚持的坚定的回答 只希望就是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 不在乎别人是否满意 如果有人不喜欢不喜欢我 那就是他们的损失 这个古爱玲的智商跟这个情商呢 我们就是认为他压根不在乎这种所谓的网爆 因为他的智商和情商 应该就是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呢 都早很早就做出了一些应对流言的一些准备吧 这种智商的人呢 在这个很坚定的时候 坚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同时坚定的知道自己应该忽略什么 这种智商的人呢 人家就是既做了这个中美两头跑的这样的决定 自然早就做好了被议论的这样的准备 这个古爱玲身上拥有的这些资源嘛 是世界上绝大多数运动员呢 不可能拥有的 更不用说这个中国的那些出身穷苦的一些运动员吧 根据这个流传 古爱玲的父辈啊 以及这个祖辈呢 都是出身这个顶级的名校 传承着这些基因呢 是非常好的 古爱玲的母亲呢 古艳 板科硕士 都是毕业于北京大学 然后就是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继续深造 后来留在这个华尔街工作嘛 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运作过上亿美元的交易 古爱玲的父亲呢 也毕业于哈佛大学 也拥有着一流的这些社会的资源 在这个早些年嘛 古爱玲母亲就是某集团公司的董事 在早期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而且古爱玲的母亲呢 早期在这个节目中采访时 也说到古爱玲在训练上呢 她的花费已经将近一千万人民币了 对于这个天生拥有这种优质资源的古爱玲来说呢 她压根就是不需要媒体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 而真正需要宣传的 反而是这个那些没有资源 却异常努力的那些运动员们需要宣传 古爱玲这样的人吧 对于其他运动员而言 在资源上可以说就是完全碾压级别的 就是我们何必去宣传一个 孤立这个 这样的运动员 我们对这些出身贫苦的运动员呢 往往都是视而不见的嘛 这个奥运会冠军呢 并非国爱玲一个 何必就是把一些热度都集中在她艺人身上 其他的一些冠军也很努力 他们这些努力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关心吗 很多出身贫寒的运动员 已经实现了这样的阶层跨越 另一种这样的维度上呢 成功 七分钟了 身为这个普通人吧 没必要把这个自己和自己的海灶打造成故爱玲 因为一些人的这些成功嘛 完全是用钱来进行支撑起来的 如果非要把自己和这个孩子打造成这样的人呢 就是做好一家几口人 必须就是钱包掏空的准备 就是做好自己所有这些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陪孩子以及训练 以及准备上嘛 这个家庭呢 这个承担这样的试错成本是非常难的嘛 非常 身为这个普通人吧 我们没必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古爱玲这样的人 这个国爱玲成功的秘密呢 就藏在那些 就藏在他一些随心所欲的自信中 也藏在他这些无所畏惧的眼神里 还藏在他这个 没有被这些欺负过的脸上嘛 这些品质吧 并不是一些孩子们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嘛 血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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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润